这个男人雷德伯斯却不敢坐下 只能一直站着 只因为死神就在旁边盯着他 一旦坐下死神瞬间靠近 只有站起来才能幸免云难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琳,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要说两部精神短片 每一个都让人绝望异常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短片 战利影 影片开场一个男人拖着皮裂的身体 来到那个停车场 看他的样子似乎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顺着他的目光 我们看到了一个长相丑陋的生物 正站在户篮外盯着他 可此时的男主脚霜的不行 他走到了一根柱子前 而他的耳边还传来了这种生物的声音 不过男主靠着靠着竟然累得睡着了 你能想象一个人累到随时都能睡 那有多久没有休息了吗 男主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可他只是瞇了那么一小祸 这奇怪的时候竟然缓缓的靠近他 等他转上这东西消失不见 实际上在他的另外一边 这可把男主给吓得不清 瞬间让他清醒的过来 当男主站起来后 怪物又跑到了户篮外 似乎只要他一休息一坐下 怪物就会靠近 难道是为了让男主罚赞吗 为了不睡着 男主只能各种活动给自己提升 但我想说 没有几个人能撑住这么长时间 不睡觉以及长时间站着 他恼怒的捡取了地上的石头 王怪的头上丢了过去 但怪物似乎就是我的监督男主一般 不管你怎么骂我 不管你怎么咋我 只要你坐下 只要你睡着 我马上就过来攻击你 什么时候你再撑不住了 睡着了 就是怪物下手的时候 最终男主熬不住了 黄黄的闭上眼睛 毕竟每个人都有生命极限 然后怪物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男主听到的声音 可以转身 怪物又出现在另外一边 反正不会让他发现在哪里 也因为男主一直坐着 怪物不断的靠近 直到最后 怪物就在他的面前盯着他 男主已经放弃了希望 宁愿死也不这样了 他想要休息活 最终怪物扑向了他 我因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真的结束了吗 此时画面一转 男主出现在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 而怪物在门外盯着你 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你 看看你到底休不休息 这怪物很有可能是死神一类的存在 而且这还是一场没有休者的折磨 别人调侃说 这是罚战之神给的惩罚 毕竟这种看似不致命的惩罚 又有几个人能够撑得住呢 接着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故事不许偷看 说起电玩估计很多人都有兴趣 不管是任天堂或者Xbox以及PS5 除了一款你喜欢的 比如我们的女主 此时正在痴迷的玩着游戏 游戏中的人物此时正在一个房间里 女主操控着游戏角色躺在了床上 然后在房间里面各种方向导柜 可悔的是 当她打开游戏里面的抽屉 她的房间发出了声音 一开始女主没有带一回事 可等游戏中的抽屉关上 她房间的抽屉也关上了 为了验证 她再次打开了抽屉 现实中的抽屉也打开了 她不信邪的烂游戏角色 关掉了房间的灯 然后她房间的灯也关上了 女主还觉得很好玩 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 现在你笑得多开心 等一下哭得就有多大声 而当她关闭另外一个灯的时候 游戏里在黑暗的房间中 出现了一双恐怖眼镜 这是什么东西 女主的脸色第一次变了 如果游戏中和现实中是一样的 那她的隔壁镜 是不是也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想到这里女主非常的害怕 她丢下了游戏镜躺在了床上 当然还顺带打开了灯 可游戏并没有停止 这也告诉我们 不玩游戏的时候要关闭游戏机 此时房间内的灯被关闭了 女主害怕的打开了灯 然后再次拿起了游戏机 这次游戏中的主角还在那个位置 可现实中的房间内却传来了声响 甚至游戏界面出现了提示 你能放我出来吗 看到这个提示 女主脸色都变了 放你个大头鬼 女主直接选择了步 可这游戏似乎并不随女主所想的 你不让我出来 我偏要出来 黑暗中再次传来了声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靠近女主 然后床上出现了东西压过的痕迹 女主害怕的往后退 可真的有用吗 此时的游戏机中再次出现了提醒 说别看我 我会害羞的 然后被指中就出现了一个人影 说实话 大晚上的看到节目 我都被吓了一跳 然后游戏再次跳出的提示 放我出来吗 还没有等女主选择 灯被关闭了 这东西就穿得过来 女主在紧要关头 似乎做了选择 我不知道她选了什么 但游戏机里面似乎也没东西了 可我感觉 不管选择的事还是否都没有用 这次女主控制游戏的角色关灯 发现现实中并没有关闭 她还以为 这种鬼的现象已经结束了 可当她一转头 WOW就出现在床边 站着血盆大口 扑向了女主 影片的最后 游戏机从被子里面丢了出来 等待下一个玩家玩游戏 虽然这两部短片都不成 但看起来还是让人很紧张 一个是让你站着的惩罚之神 一个是躲在游戏背后的恐怖东西 哪一个更加恐怖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你谁过去了 谁没过去 滴滴跳 准备跳 我帮你 我帮你 你还是来 我帮你